今天我看了一下刚从菜市场回来的奶奶买了什么东西 结果先看到好多塑胶带 我数了一下居然有十个 我们都觉得很浪费 所以决定来个买菜减速计划 我们买饺肉 买个一斤锅 我们自己拿回去装 要吃饺饺 今天你又不放假了 台湾每年消费型塑胶带的使用量约10.5万吨 台湾每年消费型塑胶带的使用量约10.5万吨 减到181个 但是回收率不到7% 所以大部分的还是被当垃圾 环保很难立竿见影 但击沙尘塔的力量就是爱地球的最实际作为 只要大家都做一点 世界就会不一样 如果去买菜店家说要有塑胶带才能称重的话 那你这次可以拿 下一次去买菜时就跟店家说自己有袋塑胶带 用自己的就好 台湾每个人一年要用掉88.6公斤重的塑胶瓶 台湾每年大约生产两亿六千八百万只宝特瓶 我们每天用掉大约五千一百公顿的塑胶瓶 两万个塑胶瓶能提炼出一公顿塑胶原料 我们去买菜回来吃可以把塑胶袋折好之后再利用 夏天到了 以前要去海边玩渣 但先看到这些景象你会怎么觉得呢 是 红萝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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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空间 的空间 的空间